三人站在妙议会明镜前 望着这终于恢复清明的妙议会明镜 心里的一块大石头终于放下 东华挥手将妙议会明镜收在袖中 转身朝石宫走去 见令两人不曾跟上 便缓缓开了口 你们不打算就折言 抹人 白纸对视一眼 赶忙跟了上去 两人沉浸在喜悦之中 竟然忘了还有一只被三毒灼溪侵蚀的老凤凰 正躺在东华的石宫里 只见躺在踏上的折言面色白的怪异 嘴唇深紫 额尖若隐若现有个淡紫色的印记 东华稍衣醋眉 给折言把了脉 道 白纸 只怕他是遇见了你家的那只小狐狸吧 嗨 被东华点名的白纸轻咳一声 又道 义军 白纸方才先法有些消耗 体内气息不畅 先去疗伤了 不等东华答应 白纸赶忙退出了事工 一出妙议会明镜 东华又开始同他们斗了 毕竟活了几十万年 颜尾时事无聊 四海八荒的大事少之又少 东华觉得 斗嘴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 尤其是这些个同袍 白纸虽说也是个几十万岁的高龄 但是东华说到这事 他面子上还是过不去 自己的胡候差点就被折言抢了 如今自己的儿子又让折言拐了 折言怎么样 墨渊坐在一旁的椅子上 抬手换了一盏茶 浅浅地饮了一口 稍一醋眉 又道 竖法毕竟是竖法 这茶还是昆仑须的好喝 东华在指尖凝聚了仙法 对着折言的额尖玉指 纯正的法术 自折言的额尖流入体内 穿过体内的七经八脉 也不知道在环境里看到了什么 被三毒灼吸侵蚀 差点入魔了 还能看到什么 只有青秋的白狐狸了 墨渊淡淡地接了一句 时宫外边正在打坐疗伤的白纸呼地打了个喷嚏 只见随着东华的先例流入 侵入的三毒灼吸渐渐地现了形态 润云犹现得浮在着颜皮肤的表面 东华绝法一变 化了结界 将三毒灼吸圈在里面 免得成为漏网之鱼 金色的法术缠绕着三毒灼吸 一点一点地透入 自内向外 将三毒灼吸彻底进化 半盏茶的时间 东华便撤了结界 隐约见东华二上冒着些许的薄汗 待东华坐定 哲言一缓缓清醒过来了 自踏上坐起 望着屋子里的东华 墨渊 醋眉 你们 真真 真真呢 半晌 哲言终于回忆起了妙议会明镜中的幻境 白真被三毒灼吸侵蚀的那一幕 还不晓得那是幻境的哲言 赶忙从踏上下来 就要朝着妙议会明镜走去 墨渊放下茶盏 拦住哲言 是幻境 秒落浮诸 世上再没有三毒灼吸 哲言听着这话 却还是半信半疑 幻境 这是 时工 你入魔了 东华冷冷的声音飘来 落入哲言耳中 哲言大为惊讶 他怎么不记得自己入魔了 墨渊见东华不愿意多说 便只好委屈自己一下 同哲言解释了 这幻境是怎么一回事 入魔又是怎么一回事 整件事说完 估摸着也有个小半个时辰 白纸调吸完 回到时宫 恰巧就听到了故事的结尾 朝东华一望 见着东华鞋坐着 一手握着佛经 漫不经心地看着 听着墨渊讲完这故事 东华淡淡地补了一句 救命之恩 你当怎么报 哲言朝东华一瞥 道 帝君是想让本上神以身相许 这话一出 哲言 墨渊 白纸都觉得他们胜利了 其料到东华的下一句 却差点让他们 从椅子上跌了下去 以身相许 也不是不可以 在碧海苍林处理完了后事 这几位上古神之在东华的驱赶下 依依不舍地离开了碧海苍林 墨渊回了昆仑须 哲言去了十里桃林 东华厚着脸皮和白纸一道赶去了青秋 狐狸洞外被凤酒赶出来 眼巴巴地望着远处 等着东华的米谷终于看到了那一抹紫色 也不及看清那紫衣身边是否还有一个人 便撒开步子 冲进了狐狸洞 女君女君 帝君来了 正同少晚在外游了一圈回来的凤酒 终于是等到了这么个消息 帝君在哪 尼谷缓缓一一 道 在青秋边界那处 尼谷看到就直接赶回来告诉女君了 凤酒拉着少婉的手松了松 一面出了狐狸洞 一面对着少婉喊着 少婉姐姐 墨渊上神应该也回来了 你快回昆仑须吧 尼谷 送少婉姐姐 一时着急 这话出口倒是有点像朱克林 好在少婉也不追究 出了狐狸洞就闪身去了昆仑须 青秋边界 东华同白纸一前一后缓缓走着 也不着急 东华单手附在身后 脸颊上带着浅浅的笑意 像是小的凤酒会来接他一样 这部远处的林子里 一只全身通红 额尖一朵深红色凤尾花 身后的九条尾巴一上一下咬着 尾巴肩上带着些白色毛的九尾红狐狸正积极地朝东华这边跑来 四条腿的跑得还真是快 东华没走两步 小狐狸就到了东华面前 红色的身子一抖 摇身一变 凤酒的模样变现了出来 帝君 甜甜的一声 呼得瞥见自家的狐狸正一本正经地站在东华身后 凤酒不禁复义了米谷几句 说着米谷是不是老了 怎么这个大个人也看不见 这是说起来不能怪米谷 施凤酒让米谷看着的 见着东华就来传个信 米谷在青秋望了一日夜 这才眼巴巴地望见了东华 凤酒善善一笑 恭恭敬敬诚心行了个礼 青秋女君白凤酒见过帝君 见过爷爷 东华双眸朝身后的白纸一望 冷冷地扫了过去 白纸背后顿时冒了一阵冷汗 干咳了几声 跟东华道了一句狐狸洞有点事 便迅速离开了 帝君 你没事吧 没事 你的伤 你是说黑绕时的伤 嗯 是有点疼 东华稍稍已皱眉 看着这样子好像真的是挺疼的 凤酒赶忙捏了个绝 带着东华进了狐狸洞 扶着东华在踏上坐下 凤酒又在一旁捣咕着神吗 半嗓 从一大堆的瓶瓶罐罐里探出头 找到了 拿着那找到的小瓷瓶 在东华面前的岸上放下 坐视就要上前拔了下东华的衣服 东华一笑 飘了挑眉 稍稍多开了点 你不下个结界 这狐狸洞又不是什么境地 凤酒了一声 恍然大悟 赶忙捏了个绝法 在狐狸洞口下了无数层的结界 这才松了口气 张牙舞爪的又开始扒拉着东华的衣服 深紫色的外衣一松 自东华的肩头退下 凤酒双手又一扒拉 但紫色的泻衣也松松地退了下来 只见东华肩上的两处伤口还血淋淋地滴着血 凤酒衣食手足无措 慌忙地拿起药瓶 将药粉撒在东华的伤口 双手有些颤抖 滚滚的泪水从眼眶中掘低 东华呼地握住凤酒的手 将凤酒圈在自己的怀里 那恍若就是般的声音在凤酒耳边响起 别哭 我没事 能感觉到凤酒的身子微微有些颤抖 是浅浅的抽叶 是深深的恐惧 凤酒靠在东华的手臂上 泪水无声地眼角滑落 浸透了东华的袍子 他不敢乱动 生怕一不小心就碰到东华的伤口 连苦都不敢大声 痛吗 哭完了 泪痕还没有干 凤酒轻轻地抚摸上东华双肩伤处周围的皮肤 不痛了 刚才做得有点过 本来是想逗逗小狐狸 才用法术把伤口弄开了 谁知道凤酒这般不惊道 在他的怀中哭了 东华向来是怕女人哭的 尤其是凤酒 真的 凤酒半信半疑 真的 是我用法术弄的 骗你的 东华不舍得凤酒在哭 赶忙认了 凤酒瞪了东华一眼 从东华怀里跳了出来 胡乱抹了一把眼镜 你骗我开心啊 你知不知道凤酒好怕 原本是挺大的声 凤酒越说越是哽咽 没说几个字 泪珠子又滚了下来 东华施了法术 将衣服穿上 正面抱住了凤酒 将凤酒紧紧地拥在自己的怀里 是我不好 凤酒的脑袋埋在东华结实的胸膛上 泪水怎么也收不回去 有点委屈 又有点恼怒 可是他也没什么办法 喜欢就是喜欢了 一颗星都随着东华去了